高雄中學從2022年開始加入九天杯太子極限環台賽 用徒步的方式扛著三太子神偶環島 今年有7名儀隊的學生要用28天走完全程 在出發前除了和學長討教秘訣 也開始自我訓練希望可以完成這項挑戰 高雄中學儀隊學生去年挑戰九天杯太子極限環台賽 分工合作扛三太子神偶完成徒步環島挑戰 今年將有7名儀隊學生遵循學長們的腳步 要挑戰28天徒步環島 已經開始自我訓練希望可以走完全程 這是第一次參與長距離的徒步的運動 所以就是會比較緊張 比較對體能來說也是很大的考驗 體能訓練就是伏地挺身 然後波比跳之類的 長距離的話大概30到40公里 有沒有心心走完 有 非常期待 國中的時候就有想要參加過環島 平常其實我就有在跑步或者是練習走路 有沒有信心可以走完 有 也打算要走完 當然都是會說到很累或者是說 腳會抽筋或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正因為要一一克服 那這趟環島也可以變得更有意義 動作整齊劃一 雄中儀隊也在活動發布會上展現平時扎實訓練的成果 從2022年開始由孫義弘教官發起鼓勵儀隊隊員參加九天杯太子極限環台賽 期盼學生可以踏出舒適圈從參與的過程中學習課堂以萬能力 透過這樣的活動你必須去跟你的團隊去溝通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可能在教育裡面比較缺乏 那讓孩子可以再透過這個過程當中學習到這些東西 甚至他面對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整個結束之後他會發現原來最困難的這種環島我都完成了 那無論以後的課業啦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可能面臨到的困難 他都會覺得也還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很多學校的學生一起來參與的活動 所以我們會鼓勵他們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就是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他能夠去了解自己本身內在的反應 然後對於壓力的一個承受的狀況 那進一步去提升自己 為了讓參與的人員可以順利完成賽事 不僅有哈雷車隊志工全程維護安全 主辦單位也安排隨隊的醫護人員 確保參賽者的身體狀態 哈雷志工大概全台灣有300多台 每天都有10幾台維護他們的安全 我們還會有醫護人員每天會有健康健康 比如說因為這種天氣最怕是熱衰竭 當我們民眾看到你不要一直餵死他們 你給他們拍照然後你要比讚 我覺得那個手勢對他們來講是一種能量的加持 比他喝一瓶紅牛還要有效 環台賽即將在七月一號出發 三鳳宮也特別製政了小神醫 為參賽的學生們祈福 此次活動也結合公益 學生們要為高雄在地社福機構與讓人忽視的團體推廣 籌錯經費用自身的能力回饋社會幫助老師 他根本炊台 偷eras 紫一 好